一男一女已经飘在海上数天 不同于女孩的焦躁不安 男孩十分积极乐观 只因他对眼前人一见钟情 这是难得共处的机会 就在这时 一座小岛出现 女孩健壮 便让男孩手动划船靠岸 但她饿得根本没力气 好在一阵大风来得及时 向小船直接吹到了岸边 靠岸后 饿坏的小美连忙去找吃的 而阿伟只想找个地方先洗澡 毕竟飘了三天 身上都是一味 不得不说 这座小岛简直是世外导演 资源丰富不说 还有天然温泉 阿伟邀请小美一起泡澡 起初对方还有些犹豫 但耐不过阿伟的热情 下水后 两人玩得很开心 阿伟看到小美的好身材 雾巾浮想连篇 心中有了其他的计划 在一周前 两人还是八竿子达不着的陌生人 身为富二代的小美 品学兼优人缘极好 但是从来没打过恋爱 听到闺蜜那令人脸红心跳的经历 小美蠢蠢欲动 趁着学校的毕业旅行 她决定 结束自己的脱单生活 不同于小美的激动 阿伟觉得 这种旅行十分无聊 乖张跋扈的她 已经被哆嗦学校劝退 她只想逃离所失生活 晚上的时候 大家在游艇上 举办了睡衣派对 闺蜜让小美主动出击 结束单身生活 可她却不敢迈出第一步 只能小心翼翼待在角落里 就在这时 警察乘着快艇要突击检查 现场一片骚乱 小美不慎被人群挤掉进了大海中 阿伟见没人失救 于是便跳进海中 将人拉进了快艇 还没等小美反应过来 阿伟就割断了绳索 她不想让警察送自己回家 于是打算等检查完毕后再上船 好巧不巧 天空下起了暴雨 警察也离开了 两人准备出发去追船 可没想到快艇上根本没有马达 就这样 两人和大部队走失 旅行结束后 学校清点人数 这才发现少了两名同学 可现在找人如同大海捞针 好在小美和阿伟成功在一座孤岛靠岸 在巡视一圈后 他们发现岛上资源十分丰富 小美发现白色的浆果 想都没想就摘下来准备吃 好在被阿伟及时制止 坦然 越漂亮的果实毒性越高 只有紫色和蓝色的果实可以尝试一番 小美将信将疑放下了果实 鸡肠碌碌的感觉十分不好受 走了几个小时后 两人看着波涛汹涌的海面 以及建案的天色 心中有些恐惧 于是打算回到船上 在下山途中 阿伟发现了一处隐蔽的山洞 觉得可以躲避暴雨天气 但小美立马拒绝了 她从小到大 只在五星级以上的酒店居住 根本不愿当个野人 话音刚落 一群蝙蝠从山洞飞出 吓得两人直接跌进了湖中 这个插曲让两人更加小逃离 可没想到岸边昆昆如也 他们的气垫船已经被吹走了 茫茫大海了无人烟 小美崩溃了 阿伟的好心情渐渐消失 看着落日消失 海面上依旧没有船只经过 两人只能暂时找些东西果腹 试图将这次的意外当成冒险之旅 阿伟费了好大力气 终于升起了火 周围的气氛静密安详 小美拿起手机 看着残留的电量有些发愁 这里根本没有信号 她现在又冷又饿 阿伟展现了绅士态度 将衣服脱掉给了小美 就在他们休息时 小美听到深山里传来叫声 她吓得一夜未睡 心大的阿伟则睁眼就到了合天下午 她的精力恢复了不少 但醒来时身边困无一人 走到岸边才发现 小美正用木棍在地上写求救信号 她的手机已经完全没电了 如果不想办法 那就只能等死 倒是睡醒的阿伟精神很好 脱掉外套便跳进海里畅游 这可比几平米的泳池舒服多了 此时 学校领导和家长也报了警 他们误认为两人落了水 便在岸边进行搜寻 这样做的结果自然一无所获 此时的小美为了找水源 去了昨天路过的温泉旁 可她总觉得 有东西在注视自己 只能赶快返回到阿伟身边 都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学过木工的阿伟 开始徒手搭建房子 虽然很简陋 但也能遮蔽一定的烈日和暴雨 事后阿伟还找到了野生椰子 吃着里面甜滋滋的果肉 两人的心情好了许多 除了椰子 他们还发现了野生香蕉树 这些果实足够他们生活下去 都说饭饱就会想其他东西 阿伟也不例外 看着小美的好身材 她觉得不能浪费 便带人跳进了大海 可这种浅尝辙止 始终平复不了她的心情 于是便主动跟小美告了白 女孩正在露天泳池里沐浴 不远处的男孩目不转惊 欣赏着 她萌生一个大胆的想法 那就是想和女孩生小宝宝 建立属于自己的伊甸园 一般人流落荒岛都痛不欲生 但阿伟却完全相反 天然美景加上如画的女伴 这种生活可遇不可求 一觉醒来后 两人去海边游泳 饿了就吃野生果实 累了就在地上将就一番 没人打扰的日子实在舒服 但他们不知道 家长为了寻找他们 耗尽了大量的财力物力 这两个月来一无所获 最后连警察都取消了救援活动 认为两人已经葬身海底 但小美的爸妈始终相信女儿活着 小美亦是如此 她每天都在想念自己从前的生活 身为富二代的她衣食无忧 和穷小子的阿伟根本不是一路人 流落荒岛后 也没人关心阿伟的去处 她郁闷地用棍子在地上捣来捣去 结果发现了一具风干的骷髅 这个把小美吓坏了 惊恐之余 她担心自己将来也会变成干尸 精神瞬间崩溃了 阿伟只能安慰她 有自己在别害怕 有了这样的鼓励后 小美心情好了许多 见时机成熟 阿伟进行了从前只敢想不敢做的事 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 出场经过的小美 第一次睡了个踏实觉 直到隔天半晚才醒来 不过睁眼后 阿伟已经没了影子 她大声呼喊对方的名字 她始终没有得到回应 走到深山才发现 阿伟在挖坑 她要为昨晚的干尸举办葬礼 小美十分不解 两人的观点发生了分歧 小美直接跳进了坑中 刚好被阿伟的锄都砸到 腿上瞬间鲜血直流 这个插曲 让两人化解了矛盾 但紧接着 小美又提出了新的担忧 她无法想象 如果将来其中一个人生病了该怎么办 看到她一直起人忧天 阿伟劝她过好当下 并解释了自己为何要埋葬干尸 是因为她母亲去世的时候 连个葬礼都没有 这件事成了阿伟一辈子的遗憾 她觉得 就算人死了 也应该被好好对待 小美理解了对方的用心 主动退去衣物 和人一起泡温泉 为了缓解无聊时光 两人还玩起了角色扮演 小美看着孩子气的阿伟 不明白为何 她会被哆嗦学校劝退 在谈心时 阿伟讲出了自己的秘密 当时 她和要好的朋友在雪地开车 结果车子失控了 两人双双进了医院 但朋友 却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 不治身亡 虽然并不是阿伟的错 但她的人生就此有了阴影 情至深处 老天爷也感受到了阿伟的悲伤 天空下起了大雨 阿伟在雨中转圈 看着她的模样 小美的情绪也被带动起来 这一刻 她觉得两人就像是灵魂伴侣 此时 小美的家长依旧没有放弃搜救工作 他们花费了大量金钱 租赁飞机绕海搜寻 制定无数船单在大街上派发 可始终没有消息 随着风雨积极的来临 小美的母亲更加心急 她变得憔悴不已 小美的闺蜜们也十分自责 大家都陷入在痛苦的情绪之中 天放晴之后 小美母亲终于回到家 没想到 门口摆满了鲜花和慰问品 他们都认为小美已经去世了 殊不知 阿伟和小美的日子还算可以 两人坐在海边看着日出日落 小美发现 阿伟经常盯着海平面 一盯就是几个小时 阿伟解释道 小时候 母亲说地平线会有绿光 于是 阿伟和老爹傻乎乎地盯着海面 虽然从未看到过绿光 但一看那平整的地平线 阿伟就觉得一阵心安 看到小美每天忧心忡忡 她所做的就是给人最大程度的安全感 为了能改善伙食 她去了海底捕鱼 渐渐地几个月过去 两人的生活一发枯燥 小美觉得 他们一辈子都会待在孤岛 阿伟亦是如此 她萌生出大胆的想法 打算将孤岛变成伊甸园 小两口已经在荒岛上生活了两年 随着日子愈发枯燥 阿伟小开展造人计划 多生几个孩子陪玩 但小美还是有顾虑 她一直没有忘记父母 想着有朝一日回到城里 但好在转机很快到了 这天阿伟正在寻找食物 忽然间 飞机的声音传了过来 两人激动万分 打算发射信号枪进行求救 可等阿伟翻遍背包 信号枪却已消失了 她急着朝飞机大吼 可还是没什么用 小美气急败坏 觉得是阿伟搞砸了一切 不过等她检查一番后 发现不止信号枪 连自己的护肤品也都不见了 这说明岛上还有其他人 阿伟觉得对方出现了幻觉 两人大吵一架 小美崩溃了 她打算挑进大海游回家 但这根本不可能 等到心情平复后 阿伟朝着海面大喊救命 但得到的只有自己的回声 她不想让女友失望 但自己也没什么好办法 就在这时 深山里传来声音 阿伟觉得 说不定有野人在 于是搭着胆子走进去 可没想到 她却和一头黑豹迎面相撞 阿伟吓得转身就跑 小美也听到了动物 跑笑的声音 连忙追了过来 随着黑豹速度越来越快 阿伟只能埋伏一波 用自制的匕首解决了黑豹 等到小美赶来后 看到自己的男人如此勇猛 她觉得心中无比踏实 危险解除后 小美最终接受了两个人的生活 她和阿伟搭建了更加结实的木屋 打算长久地生活下去 与此同时 同学们也适应了 没有阿伟和小美的存在 只有他们的父母 时不时会去孩子空着的房间待坐 虽然说痛失至亲的伤会留一辈子 但过好当下 也是每个人要接受的事实 小美和阿伟的情绪平复开来 天气晴朗时 两人就下海捕鱼 天气不好时 他们就躲在小屋 这天两人正研究如何保存食物时 树上突然出现了一只猴子 她手里拿着的 正是消失已久的信号枪 阿伟的求生欲被点燃 费尽心思夺回了手枪 可没想到 小美接过枪后 直接朝天开了一枪 现在两颗子弹只剩下一颗 她已经不报任何获救的想法 此举也是让两人彻底死心 就在她准备发射第二枪的时候 阿伟拦住了 觉得她的行为太疯狂 两人爆发口角 郁闷的阿伟吵不过对方 只能去河里补渔 冷静下来的小美 也意识到自己刚才的行为有些冲动 她主动道歉 可没想到 刚才的信号枪起了作用 飞机的声音传来 两人激动地跑到了岸上 好在信号枪里还有一颗子弹 他们再次发射过去 飞机果真注意到了海滩上的两人 时隔两年 小美和阿伟终于获救了 在机场处 他们的亲朋好友 以及无数媒体在此等候 两人手挽手走向了家长 但随着小美回到父母的怀抱 他们的联系也中断了 阿伟不舍地回望小美几眼 可对方却始终没有回头 巨大的失落感袭来 等到小美注意到时 阿伟已经消失了 两人回到了原本并不相交的生活中 荒岛上的冒险就像一场梦 最终阿伟耐不过思念 偷偷爬窗找到了小美 本以为两人会和之前一样 可小美却十分抗拒对方的亲近 不久后 小美的父母为女儿举办了生日派对 而后送女儿回归小院 她依旧是人缘极好的优等生 阿伟依旧是无人问津的学渣 有时候 两人彼此目光交汇 但不会再开口说一句话 等到毕业那天 学校举办了舞会 小美穿着裙子盛装出席 而阿伟则待在家里 她觉得 没人会跟自己跳舞 父亲看到儿子的反常后 主动将自己的西服拿出来 在家人的鼓励下 阿伟冒着大雨来到了舞会现场 看到那熟悉的面旁 小美没忍住 终于来到了雨中相见 阿伟拿出准备好的戒指 邀请小美跳舞 两人重归于好 友情人终成眷属 故事到此也就结束了 喜欢这种纯爱类型的小伙伴 可以去看看原片 personal 谢谢大家